韓國人讀書的時候會有兩個口號 第一個就是沙打窩啦 四當五落 即是如果你一天裡面睡4個小時的話 你就可以當選 如果你睡5個小時的話就會落榜 他們入到這些大學才會覺得光宗耀祖 因為入到好的大學才可以入大企業工作 本日會見到很多交通景做standby 他們是車載送去考場的 現在有一個APP叫Snap Ask 它是一個問功課的APP Snap Ask就可以完全沒有這個尷尬問題 我是Mira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一套叫做Pentahouse的韓國電視劇 超級紅 另外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2018年有一套Sky Castle 又是震撼全韓國 超受韓國人歡迎 因為韓國人看完之後都覺得很有共鳴 為什麼呢? 因為韓國人在讀書方面都超級有壓力 韓國有Sky三大學府 S首爾大 K高麗大 還有Y潤� 我現在就來到潤� 我現在就來到潤� 來到現世帝的正門 但是它寫著 CORORNA關係 外國人不得進入 所以我就進不去 我本身還打算進去 邊拍這條片 算了 回家了 韓國人 算了 韓國人就是很希望入到Sky 或者是西江大 尼花大學 這些都是韓國人的心目只算 基本上韓國人的儀式人生目標就是入這幾間大學 他們入到這些大學才會覺得光中要早 因為入到好的大學才可以入大企業工作 那為什麼韓國人會這麼想入大企業呢 就是因為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 其實那個人工會有斷層 其實韓國男生更加慘 因為他們去當兵 當兵通常都是年多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我問過我身邊很多韓國男隊朋友 他們都覺得人生好像白白浪費了兩年 完全賺不到任何經驗 又賺不到錢 那基本上韓國的高中生門 他們的target都是這幾間學校 需求很大但提供很少 那所以韓國的高考 即是等於香港的DSE 如果你可能是考少了一分的話 分分鐘就有十萬個人可以爬了你頭 韓國考考考的日 甚至乎政府是會落令說不准飛機起飛 或者是不准任何可能會發出聲響的東西影響考診 再誇張一點的是 當日會見到很多交通警察stand by 因為以防如果有人差點遲到 怕他們趕不及去那個考場 他們是載他們送去考場的 那韓國人為了入好的大學 他們是從小就開始準備了 小學生的時候開始補習 韓國普通上學的時間就是八個小時 但他們會有一個叫做夜間自律學習的一個晚自習 就是自律讀書 那一天上完八個小時之後 多數韓國的學校都是九點上第一課 那就是大概五點鐘左右就會結出一個課程 然後五點開始他們就會有這些晚自習 那當然中間是會有吃飯時間 有些少許休息的時間 但是有很多人在年過的時間都會隨便吃個煎麵 或者是任杯飲食吃個飽就算 那自習到幾點呢 通常去到大概10點差不多就會完 但如果可能成績不好 他需要加勤一點努力一點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自閒到1點 準備回家 那你回家都差不多2點了 然後睡一睡 你以為可以睡到上學的時間起來 錯了 韓國大部份高中生都是6點起床 就會開始御習、溫習 如果你是高三即是你即將要考大學 這個時候你更加是沒有人生可言 是沒有週末的 你連星期六都是要上學的 那韓國人其實讀書的時候會有兩個口號 第一個就是差打我 四當五落 即是如果你一天裡面睡4個小時的話 你就可以當選 如果你睡5個小時的話就會落榜 所以對學生來說 睡覺是一個完全奢侈的事 你溫多一個小時 你每分鐘就會多過一分 你就可以爬過了10萬的頭 而第二句就是 即是今天流口水 明天你就會流眼淚 如果你今天選擇睡覺 你明天可能就會因為成績變得很差而哭 所以你會感覺到 韓國的讀書壓力是多麼大 是沒得睡覺 還有如果當家人準備考高考的時候 其實整家人都會很緊張 因為考高考的個人 本身他已經很精神過敏 大家可能看到一些韓劇都會看到 高考個人是會把自己在房間狂咪書關上房門 家人是不敢隨意敲門 甚至是不敢亂發出一些其他聲響 怕會吵到他的溫習 其實說回補習的話 我有個朋友的朋友 補習補到1點 韓國補習員通常都會有一個shuttle bus 是載學生回家的 載他去到appartment的門口 但是竟然有個男人 在appartment的門口 補他 然後把他拉進後樓梯 因為是太野關係 這些有危險性的行為 都會很容易有 韓國的學生其實都會根據成績而分 上、中、下 上一批就是成績最好 什麼人為上 就是會做私人補習的那堆 大家如果有看過記生上流的話 應該都會記得 那個妹妹叫Jessica 扮在美國讀大學 還有一個心理資訊的資格 然後那個闊體就是用了很大筆錢 去請他回來 去所謂治療他兒子 就是這一種的私人補習 通常就會發生在有錢人界 中就是最普遍韓國現在 基本上每一個學生都會做 就是去學院補習 就是一群人 對著一個老師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上學的制度改了 做online上課 所以近來就分了上、下 上個隊依然會有私人補習 下個隊可能是因為 不能去學院補習關係 令到成績變差 從而他們變成下面那批 都有可能的 可能大家會好奇 那是不是有錢就等於上呢 基本上是 因為如果你有錢的話 你就可以天天請不同的名師回去補習 就算你成績多差 你資質有多不好也好 你天天補習 有這麼多專業的人在鞭策你 其實你的成績都很難說去到很差 就補到好為止 而現在中學生平均的補習費用 就是32萬 所以如果你的補習費 是達過32萬 代表你只是中間 你的補習費越高的話 你的成績好的機率 相對上是會高一點的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韓國在全世界的排名率裡面 是排第幾呢 是第二位 在2015至2019期間 其實是有 嘗試自殺或者犧牲自己的青少年 是有 34552個 在十幾歲的青少年裡面 每10萬個就有5.9個 是嘗試過傷害自己 而其中一個學生 在做這些極端行為之前 他曾經打電話給家人 然後問 在幾多層度下跌下去才會死呢 其實聽起來真的覺得 很可憐 為什麼十幾歲就會有這種 想結束生命的想法呢 其實香港和韓國都是一樣 基本上都是填鴨式的教育 亞洲都是偏這種方式 其實全部的目標都是一樣的 都是入一間好的大學 那學生其實通常都會分三種 一種就是模範生 很喜歡坐第一排 然後超乖 然後成績超好 品項人超好 老師超喜歡的那一集 要不然呢 就是有一群超優 經常遲到早退 然後上學睡覺 成績 可能會好很多未頂的 但是他上課的態度就不好 但是這一種老師很容易要記得 第三種就是好像我這樣 是平平無奇 然後不會特別出聲 很怕老師問我問題 通常老師問問題 我就會這樣假裝看書 然後成績不是特別好 也不會特別做一些很顯眼 很得出的行為 在東大門片中說過的 很多年輕人都有那種 社交恐懼症 我不是喜歡讀書的人 那我身邊不少的同學都會去補習 但是我就沒有去的 因為我不喜歡嘛 那我家人都沒有逼我去 雖然我中學是B1學校 但是我成績是不好的那一堆 但是當我的功課不會做的時候 怎麼辦呢 在小的時候就是叫家人幫我看 幫我查看 中學家人其實都不懂那些數 那個時候就做了一個超級 非常之不好的示範 就是抄功課 我相信有很多人在我做過 但是這真的是一個不對的行為 大家不要再繼續啦 為什麼我會抄功課呢 就是因為我不懂了嘛 就是家人也不懂啦 你問同學呢 其實都答不到你這麼多 因為都有很多是不懂的 我沒有補習 所以我又不能在補習的時候問老師 那當時我小時候呢 是資訊不斷發達的時候 所以我才找不到人幫我 但是現在不同了 現在呢 有一個APP叫Snapask 那它是一個問功課的APP 在韓國其實也有很多人在用 就是剛才我不是說有上中下的學生 可能有些學生真的負擔不起 每個月32萬的這個補習費用的時候 其中一些人的選擇呢 就會用這些網上問功課的APP 那首先說一下Snapask的好處是什麼 它是包著中小學傳課 你問問題的時候 不用打電話 不用怕直接見到人的 完全不用怕手 你發照或打文字 就可以問到功課 就是適合現在的年輕人 好 那我剛剛測試了 就問了老師一題 就是DSC的數學題 還要問我明不明白 如果不明白的話 我就可以繼續再問他 然後按icon呢 是會有老師的資料 老師的學歷全部都是大學以上 台灣或者其他國家都是最高等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老師的資歷 會不會是不夠Quality 沒問題 還有平台上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除了法文之外 你可以看影片 它會定期更新高中的中英 所以一些教學短片 連習娛樂全部都會包辦 App裡面有不同方式的練習題 可以跳級去選擇其他年級 來做練習 溫習都可以 不懂的 都是隨時可以發問 還有其他娛樂的 如果你是新用戶的話 下載後註冊 你就會有一個免費的問題可以問 寫完個人資料之後 又可以賺多一條問題 如果你介紹朋友用這個App 你又可以賺多三題發問的機會 有個最簡單的計劃 就是每個月給880元 就可以有免費100條的問題 就可以隨時隨地任問老師 但這個是提倡不是抄功夫 是一個平台可以給大家問到功夫 就像我以前那樣 如果我可以問到功夫的話 我應該就不會抄的了 因為你的問題 有老師解決了你的時候 那你還要什麼抄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App 分散中更好過去補習社 因為你一個月880元 你是隨時可以問到老師問題 因為可能有些人 剛才不是說過你有社交恐懼症 你是根本不想去跟別人說話 就算你去補習社 你也要主動問老師問題 老師才可以解答你 但有機會連去補習社都會不敢問問題 也有這個可能性 而且現在因為疫情 很多地方都轉了做網上教學之後 雖然就不用面對面說話了 但我身邊有些同學 譬如上學校或其他大學生 有很多人都說反而更加不想問問題 因為隔著螢幕 是沒有了學習氣氛 所以當他們想問問題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這種尷尬 但Stand Mask就可以完全沒有這個尷尬問題 你只是打字或是拍照 如果你要比較的話 香港一定沒有韓國那麼高壓 在讀書氣氛方面 經常聽到很多家長都說 贏在起跑點上 做少許出生 可能可以做少許入學 都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可能一開始有很多爸爸媽媽 都不會想兒童那麼辛苦 一開始都不想理這些 但是因為環境 身邊的人 全部都是注重學習成績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不跟那個方向 可能就會比比下去 當然你不跟的話 也不會絕對失敗 但是成功的機率 可能會不會那麼高 當你入了什麼學校 你班裡面有什麼同學 其實也很可能會影響你的濟運 譬如你進了一間很好的大學 你身邊的同學全部都是精英 可能十年之後 一些就做了大律師 大醫生 警長 或者是企業大老闆 都有機會的 我不是說他們一定會做到這些大物業 是成功機率會高很多 這個是真的 我覺得適當的教育是重要的 但是 會不會太過度 太有壓力 這就是一個問題 我們是沒有辦法選擇在哪裡出生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膚色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成長的環境 所以後天的努力對我們來說 就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如果我們的準備是充足的時候 在社會上面 成功的機率就會更加大 台上三分鐘 台下十年功 是因為台下我練了十年功 我才有機會在台上三分鐘裡面 表現到我的成功出來 如果我是練了一年的話 我一年可以變三分鐘 但是那三分鐘 不會是好看的 在韓國你要就職的話 基本上真的看你大學是什麼出身 相對地香港是會好一點的 當然如果你想做 譬如金融 律師 醫生 這些專業人士的話 成績是真的不可以差的 雖然可能也會有人說 就算你讀成書成績很好 那又怎樣 你的社會也未必成功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比起不讀書的話 你讀了書之後 你裡面是有知識 至少你可以選擇你做什麼 而不是你沒有能力去選擇 所以各位 讀書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讀書是辛苦的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放棄 希望將來大家都可以 真正的選擇到自己喜歡做的 而不是被迫去做某些事情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如果是正在讀書的朋友的話 大家可以試下下載這個 反正是免費的 如果你download做得好用 你喜歡的話 你就給錢去問100條問題 希望大家讀書的時候 少點壓力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Bye Bye